共餐事項不然是外貨社区 也是人跟人吃飯開港的好處 是由香港北山社区的共餐事項 每一天都會邀請頂部的島上來辦到用餐 鄉長蘇格陵也特別來市頂關心這些社区頂部 希望北山社区可以趕快來申請等級照顧餐 讓老大人有更關心的照顧給我 社区的老大人島上每一年吃飯開港 這是北山社区共餐事項 每一年禮拜拜一九 拜五 社区都會邀請頂部的來道頂吃飯 政府推動長照2.0價位 在婚燕館有很多社区也開始辦理共餐的服務 並請親一步申請做社区的登校站 來提供老大人完成的照顧 官政府參 鄉公所 都幫我們大力的支持 讓社区長輩有這個機會 大家出來交流 出來吃中老等 大家也吃得很滿意的 四郎鄉長蘇國良也特別到市場來關心這些社区的長輩 向他們有說有笑 蘇國良表示四郎鄉公共餐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希望透過各社区的用心辦理 以向政府單位申請等級 我們北山專家 也要設第二的熱靈中心 能夠擴大來照顧我們中北市場 當然也是配合政府長照2.0 長照2.0的服務我們中北市場的價位 當然未來北山社区家 就是我們長照的居家服務 照顧中北的第二的據點 不管是六人庫庭 共餐食堂 都可以讓這些老大人 得到比較好的照顧 不然有人來煮健康的料理 讓他們吃 也透過庫庭 讓他們可以增加生活的儲物 甚至不來讓這些中北可以在地健康的老化 現在 林建宏 蔡英文報道